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在巴雷西的身边 马尔迪尼只是当时的世界最佳组后卫 再聊聊1994年的欧冠决赛吧 很幸运 我看了那场比赛的直播 所以对那个自告灵有更直观的感受 当然了法维切雷奇劲的那个跌跌撞撞的调色确实是精彩 把他的天才展度无遗 可是 那场比赛更让当时的媒体津津乐道 那则是卡佩罗的用兵 尤其是在巴雷西 科斯塔库塔缺阵的情况下 这意味着米兰当时的主力防线缺了半边 而在当时 防守恰恰是米兰撑霸一脚的基础 米兰的进攻当时很有些惨不忍睹 反观米兰的欧冠对手 把塞罗娜在克鲁伊夫的打造下 因为在西甲大城行云流水的进攻 被称为梦之队 我对此无论是当时 还是现在都是持之一笔 罗马里奥 斯托伊奇克夫 在西甲也许能够呼风唤雨 但是 面对米兰的防线即便是临时拼凑的 也图画奈何 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西班牙 可不是前些年的梦之队 但是 欧冠决赛之前 巴塞罗的上下可是信心满满 这种信心几乎可以肯定都是来自于巴雷西 科斯塔库塔的缺阵 因为原本进攻就是巴塞罗娜的特长 克鲁伊夫为巴塞罗娜打造了全攻全守 当比赛开始之后 全世界的球迷都看到了卡佩罗对米兰阵容做出的惊人调整 他把马尔迪米放在了中位的位置上 要知道在当时的世界祖坛 很少有教练这样大胆的使用球员 改变他习惯的位置 结果呢 马尔迪米带领着队友林峰罗罗马尼奥 范利纳斯 斯托伊奇克夫 帮助米兰4-0捧杯 米兰在那一场比赛 就可以说完美的演绎 那防守反击大破全攻全守 尤其是这样出色的防守 还是建立在一条临时拼凑的防线的基础上 哎 看当时的米兰防守 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 无论是巴雷西 还是马尔迪米 都是统领防线的天才 这是当时的米兰以及意大利的幸运 也是球尼的幸运 别拿这两人对比 他们只有并肩作战的惺惺相惜 替他聊不完 我还能帮助 马尔迪米兰神 就算BTK 他的东西 是双坛 伟长海尔朗尔蒙蒙尔蒙 颇不期待